要给各位听众朋友讲述一起啊 极其变态可怕的奸杀案件 这个案件的作案者不仅是个变态者 他威胁强奸21名妇女 而且呢还在医院里面 堂而皇之的奸杀了一个医院的润花的护士 更为可怕的是 这家伙呀连尸体都不放过 那之前就曾经在太平间里去侮辱过那些女尸 这个案件的要从1982年开始说起 在河南的安阳呢 发生了一起恶性的剑杀案件 这个医院的院花失踪了 在一年前 1981年呢 在安阳市里的某职工医院呢 就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难以启齿的恶性案件 这家医院呢是一家职工医院 他主要是服务在河南省的一些特大型的企业 而且呢就这一家 在七十八十年代呀 在河南省呢有很多这种特大型的企业 那最初呢是源于苏联援助中国的一些项目 这种企业下属的机构很多 就包括这一家职工医院 这一家医院呢不单单的为国企的数千名工人和家属服务 也服务啊周边的一些居民和老百姓 不过呢 他毕竟是属于新建的医院 管理方面呢比较混乱 规模也比较小 没有办法同传统的大医院向提并论 当时有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呢 突发疾病的入院抢救 医生们借了最大的努力 女青年呢 还是也被抢救无效去世了 家里的亲友过哭哭啼啼的 给女孩穿好了入恋的衣服 送入了医院的太平间 准备呢明天呢就送去火化了 第二天一早啊 负责管理太平间的老汉却发现出事了 什么事啊 他发现了太平间一侧的玻璃窗全被砸碎了 看起来啊是有人翻窗进入了室内 这可有见鬼了呀 正常人哪怕是小偷 那你说他都会千方百计的避免接触太平间呢 因为这里呢是大家都认为晦气的地方啊 本来医院太平间的窗户啊 正对着附近的一所学校的停车场 学校的师生啊 为了每天呢都要看着这个太平间的窗户啊 就觉得非常的晦气 于是呢 这学校领导啊 几次三番的就来院里提议见了 那无奈之下呢 医院只能呢 弃了一堵矮墙挡住了窗户 学校呢 这才做罢 那么谁会无缘无故的跑到太平间里来偷东西啊 而且这里停都是尸体啊 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可以让他偷啊 老头啊 就迅速的检查了一下 这时候啊 他又发现了 昨天刚刚去世的那女孩的遗体啊 好像有问题 老头用力的拉开冷酷的门 身头一看 却差点没活活的被吓死在当场了 这一句女诗本来呢 衣衫整齐 但是此刻却是一丝不挂呀 最夸张的是 遗体脑袋不见了 被人从脖子处啊 直接就给切了下来 更加让人恶心的是 遗体似乎是遭到了监污 在关键部位 发现了男人体液的痕迹 老头被吓了呀 目瞪口呆呀 立刻去医院里找这个医院的领导 听说出了这种离奇的事情 领导一时之间也是手足无措 急忙报警了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 也是愣了很久啊 这明显是一个变态辱师的行为 这种行为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其罕见的呀 民警们可从来没有见过 从现场痕迹来看 歹徒用砖块砸破了太平间的玻璃窗 跳入房间 丧心病狂的歹徒 坚引了这句已经冰冷的女尸 他还搁下了女尸的头颅带走 拿走了辞职的衣服 我警察呢 并没有发现太多的见索 太平间呢 是水泥地面 平时呢 几乎从来不打扫 线上的脚印非常凌乱 很难确认哪个脚印是歹徒的 指纹方面也是如此 这个歹徒看下来呀 年轻力壮 身手不错 砸破玻璃窗以后 他直接跳进来 并没有攀爬 说明这个人非常灵活 那么这起暗线是什么性质呢 无非两种可能 第一 歹徒同女死者呀 生前有什么过节 所以呢 连死人都不放过 对尸体报复泄分 第二 歹徒同女死者素不相识 完全是随机的变态兼尸事件 警方于是调查了去世女青年的社会关系 这个女青年的才20岁左右 基本呢 是直接从学校到工厂女孩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啊 国家呢 还没有改革开放 女孩的社会关系极为简单 没有谈过男朋友 只有几个闺蜜和工厂同事 既然到了毁尸泄分的地步啊 一般肯定是有什么刻骨的仇恨 女孩显然不存在这种仇人 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仇人 于是警方很快排除了这个推测 认为这是一起随机变态作案 在那个年代呀 没有摄像头 没有目击者 没有留下指纹脚印 这个案件呢 并不容易侦破呀 再加上这个地方啊 属于呢 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 警方的行政水平比较低 难以侦破这种不同寻常的案件 行警们曾经反复啊 在医院的附近搜索 幸运的是 在两公里外一块荒地上 发现了新鲜的麻瘸的痕迹 警方拔开泥土 发现了女青年失踪的人头 但是衣服啊 不见踪影 也有多月以后 因为这案件没有进展 受害这家属啊 就把遗体给火化了 这个案件由此就成为了悬案 刑警们私下认为 可能是什么变态的家伙 晚上来太平间 试图盗窃点小钱 看到女青青 这个女青年的遗体之后啊 这家伙竟然做出了这种 丧尽天良的行为 由于这个案件太过有恶心了 整个医院都为之震惊啊 半个城市市民也都听说了这些事情 大部分市民呢 对这种极端的案件 反而是将心将疑 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害人听闻的都市的传说罢了 可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一年多时间以后啊 这家医院又出事了 1982年冬天呢 某一天早上七点钟 医院呢 传染区的一个二十多岁的护士 蓝某来上班了 蓝某走入这个值班室啊 就发现挺奇怪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房门大开 值班护士 但是黄小燕呢 却并不在房间里 蓝某认为这个黄小燕 可可能去上厕所了 一会自然会回来呀 正式交班的时间是七点三十分 值班室是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 白天呢 用于病人治疗 晚上给值班的护士睡觉 这个房间里啊 只有一张病床 一张桌子和两把凳子 还有一个柜子 装着一些药物和医疗器械 奇怪的是啊 蓝某发现呢 这个房间里的地上啊 有一滩快要干掉的尿液 他判断呢 可能是病人呢 在治疗的时候小便失禁了 那这对于护士来说呀 也不特别的这个稀奇 蓝某呢 就这个扫手啊 沾了一些沙土就把这个尿液给盖上了 然而一直等到八点钟 黄小燕呢 也没有来 他的那个小包啊 还放在柜子里 里边有钱包 家门钥匙 自行吃钥匙等等 必用品 医院规定啊 护士交班啊 必须要面对面的完成 不然呢 算是严重的违禁 而19岁的黄小燕呢 进入这家医院一年来 表现非常认真负责 他刚刚啊 被评选为优秀的青年护士 从来没有不交班就离开了先例呀 况且他的包还在值班室 那人去哪里了呢 等到上午十点钟左右 黄小燕的哥哥呀 骑着自行车来医院里找人了 说是妹妹呀 并没有回家 这下子 医院方便惊呆了 这个19岁的黄小燕呢 在医院里非常出名 为什么呢 他长得非常漂亮 眉清目秀 皮肤白皙 再加上正好是妙龄莲花呀 那白大腕也挡不住他婀娜的身体 他被员工们私下称为这个医院的院花 在医院里呀 不乏追求者呀 警方这时候联系起呀 一年前的侮辱女尸案 医院呢 慌忙就报警了 行警们赶到了医院 立即展开了调查 根据其他护士介绍 黄小燕呢 是当天在职晚班 这个医院的护士 分为早班 从七点半到下午六点半 中班 从中午的十二点半 到晚上 二十三点半 晚班呢 就是晚上六点半 到第二天的七点半 黄小燕晚上六点三十分钟上班 一共呢 有两个护士值班 主要呢 服务住院病区的十几个病人 到了晚上二十三点三十分 其中一个护士 下班回家了 就留下黄小燕一个人 为什么晚班 只留下一个护士呢 因为晚上十点钟以后啊 护士就没什么事情可做了 留一个人就足够了 行警们在调查期间 病人们呢 纷纷过来围观 有几个病人呢 就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住在值班室旁边的八号病房的一个老年的病人呢 曾经发现过异常情况 在凌晨大概两点拓的时候 他在睡梦之中听到了啊的一声尖叫 老人正在睡觉啊 没有听清楚 这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叫声 这一声叫喊以后 就没有听到其他的喊叫声了 被惊醒之后 老人就询问 陪床老伴有没有听到怪声 老伴回答没有 老人呢 就以为是做梦 继续睡觉了 老人同病房啊 还有个老太太 也对这一声尖叫给惊醒了 老太太平时睡眠就很不好 稍后啊 长达半个小时都睡不着 大概是凌晨三点钟左右 老太太走出病房 溜达了几圈 这时候 他发现护士值班是大门开着 里面呢 并没有人 其实啊 听到这声尖叫的病人很多 然而大家都不愿意管闲事 只顾自己睡觉 没有下床出去看一看 大概从五点钟开始啊 病区的病人的陆续就醒了过来 有好几个病人呢 进入过值班室 要求打针 或者吃药 但是呢 这些人都没有看到过黄小燕 根据这几个病人介绍 值班室地上 可以看到一大滩的水 似乎是尿液 他们觉得奇怪啊 就算有病人治疗的时候湿进了 那护士为什么不及时打扫一下呢 刑警们自然知道啊 受害者死亡的时候 会对尸体啊 对着身体啊 失去控制 这尿液啊 就会不受共振流出来 这滩尿液啊 不能肯定 脚护士黄小燕遇害了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 当然了 也不能排除啊 只是哪个病人 在治疗的时候尿湿进了 黄小燕是临时有什么急事 来不及打招呼 就去了什么地方吗 其实 很难有人相信 有歹徒会在值班室里绑架 甚至杀人呢 因为值班室啊 距离病房也就一步之遥 那这病区里面就十几个病人 整栋大楼里 有上百名的病人和医护人员 哪个歹徒有这么大的胆量 跑到这么多人的房间里 将一个值班女护士绑架 甚至给弄死呢 退一步说 就算这个歹徒有这个胆量 他选择这么做案 也是极为愚蠢的 只要这个女护士 稍微的发出一些求救的动静 歹徒就很有可能 被跑来查看的病人们给抓住 至少也得放弃作案 这不符合逻辑啊 即便如此啊 毕竟一年前这里出现了恶性辱尸案件 现在呢 月花又突然失踪了 警方不能不重置啊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 调查黄晓燕失踪案件 刑警们和周边的派出所民警的 还有医院的职工 工一百多人 再次以医院为中心开始寻找 试图找到一些线索 搜查了整整三天时间 在距离医院大概三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民警的 就发现了一个新挖掘的小土堆 大家急忙把这个土堆给挖开 里面赫然是一套护士的衣服 还包括女人的毛衣 那衣裤 鞋子 手表的物品 民警们呢 赶紧把这些衣物交给护士 蓝毛的人辨认 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些衣物啊 正是黄晓燕的呀 你说如果黄晓燕 仅仅是被劫持绑架 那不可能连内衣裤都被人埋在此处啊 尤其是衣服上 有明显的尿液和血迹的混合物 看来黄晓燕呢 是凶多吉少了 另外呢 警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 黄晓燕随身配戴的手表 也被埋在了土坑中 在1981年 普通人呢 每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块钱 这块价值一二百块钱的手表 那是相当值钱的 那么歹徒为什么不拿走这块手表呢 这种小东西啊 在街上可以随便的卖掉 不容易被警方发现了 在警方发现了黄晓燕的衣物之后啊 警方呢 就没有在其他的收获了 并不知道人在什么地方 无奈之下 专案组呢 只能求助于行真技术了 行真专家仔细的检查了这些衣服 很快就是重大突破 在黄晓燕的内衣裤上有污物 但不是土坑里泥土 根据护士兰某介绍 黄晓燕呢 是个非常爱干净的小姑娘 再加上职业习惯 衣服裤子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 内衣裤上更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污物啊 于是行真专家提取了这些衣物上的污物 又提取了护士值班室地面上的污物 送到全国一个著名的环境证据检测中心 没多久这结论就出来了 衣物上的污物啊 同护士值班室地面的污物相同 都是会有一些医学药物 以及消毒水的特殊的污物 那这个线索说明了什么呢 这线索呀 说明两点 第一呢 黄晓燕确实是在护士值班室里遭遇袭击的 而不是在其他地方 第二 黄晓燕很有可能是在护士值班室里遭到了监污 这才能解释啊 为什么天气已经比较冷 他的内衣裤上会沾上地上污物了 有了这个结论之后啊 专足我震惊了 这可不是什么失踪案绑架案 而是一起恶性奸杀案 歹徒很可能是混入医院之后 奸杀了美貌的黄晓燕 把尸体和衣服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 这次歹徒作案仍然比较巧妙 现场的线索很少 根据现场分析 歹徒是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混入护士值班室的 当时黄晓燕已经在床上熟睡了 歹徒可能突然袭击了睡猛之中的黄晓燕 将其打晕甚至给打死 再对其进行揭污 这期间黄晓燕失去对身体的控制 导致尿液失禁 留在护士值班室的地上 而警方曾经发现尿液中会有一些惊艳 借死呢 锁定了歹徒有强奸的行为 那么黄晓燕究竟去了哪里 歹徒将黄晓燕或者她的尸体怎么处理了呢 通过歹徒将衣服藏在三公里外来看 黄晓燕很可能啊 是被杀之后也藏在了附近的某一个地方 警方反复的进行寻找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黄晓燕的尸体 现场也没有什么证据 由此呢 这个案件呢 陷入了僵局 长达两个月时间 毫无进展 一个如花似玉的十九岁的女护士 职工医院的愿花 由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医院方面很是愤怒 认为啊 一年内发生两起害人听闻的案件 警方呢 却不能破案 我说了 这是一家国有特大企业的附属医院 医院方面呢 就把这些事情啊 反映给上级领导了 因为这个领导级别很高 直接涨到省里的领导反映情况 要求我尽快不安 由此 这案组呢 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此时 有一个骨干刑警呢 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医院每天晚上呢 会关闭大门 第二天七点呢 才会开门 此时 等待上班的职工 才会一拥而入 开门以后呢 医院的人流量会很大 一直到晚上九点三十分 关闭大门为止 一年前的恶性侮辱尸体的案件 影响很大 医院认为是有小偷翻墙啊 进来作恶 这就大大的提高了围墙的高度 本来那个围墙啊 只有两米左右 现在一举就把那个围墙 提高了三米多 那已经相当是监狱的水平了 还在墙上面设置了检疫的铁丝网 民警们仔细检查铁丝网 并没有发现呢 有破损的痕迹 那么问题又来了 任何人不可能背着黄小燕的尸体 在不损坏铁丝网的情况下 翻越围墙 那么黄小燕的尸体呀 就只有两个办法可以处理了 第一呢 歹徒是将黄小燕碎尸之后 将尸块啊 分别用袋子或者箱子装好运出医院 第二呢 是歹徒将黄小燕美装成出院的病人 用轮椅或者病床推出医院 案发后两三天 并没有需要坐轮椅 或者躺在病床上出院的病人 这里毕竟是职工医院呢 不是综合性的大医院 病人数量是有限的 如果碎尸的话 黄小燕是凌晨两点钟左右 害的 歹徒呢 要在医院内 最迟七点之前完成碎尸 理论上呢 倒是有可能 只是任何人碎尸不可能 不留下血迹 人体组织之类的 而案发一周之后 警方花费了十天的时间 检查了医院十几个空间的房间 遗憾的是 这些房间呢 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于是两个推论呢 都做到了死胡同了 这时候啊 这刑警灵机动 想起了第三种可能 什么可能呢 黄小燕的尸体 根本就没有运出医院 只有这个衣服啊 运了出去 但他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啊 其他的民警呢 却都不赞成这个观点 为什么呢 这医院呢 说小不小 但是说大也是真不大呀 想藏一个人 还要藏一两个月之久 不被人发现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最低程度 这尸体啊 早就应该发臭了 谁都能够闻得到啊 这时候啊 那个星星 又是灵机一动啊 提出来 会不会这个尸体 藏在了一个本来 就很臭的地方呢 所以大家呀 才不会发现呢 这句话呀 就打醒了整个专案组啊 于是他们开始啊 搜查医院的下水道和划分池 80年代这个医院的下水道啊 都很狭窄 爬进去一只猫狗 还有可能 那放一个人呢 根本不可能 于是警方将重点目标就放在了划分池了 民警还有医院的这些抛份工啊 一起动手 把医院的三个大的划分池啊 粪便的全部都给拍空了 在拍空到最后一个划分池的时候 所有人忍不住的叫喊了起来呀 池底赫然有一句赤裸的无头女尸啊 这个呀 正是失踪两个月之久的黄小燕 事件表明 黄小燕生前确实遭到了进屋 黄小燕的颈部又被击打了痕迹 由此推断 她的头部也被盾气中击过 但是啊 至此的原因是窒息 是被掐死的 警警们推测 歹徒袭击了睡熟的黄小燕 不过歹徒对头部的第一次中击 并没有使得黄小燕直接昏迷 黄小燕睁开眼睛 看到了歹徒还尖叫了一声 歹徒见状连续重击 就把黄小燕砸成了重伤 晕死过去 又将她拖到护士值班师的地上 失势了强奸 失报以后 重伤的黄小燕还没有苏醒过来 歹徒认为黄小燕看到了自己的长相 决定杀人灭口 将其活活掐死 随后她不知道在哪里 看下黄小燕头颅将尸体设法丢在了花粉池 又将衣服和头颅分别丢到了别的地方 这说明这个歹徒啊 颇为狡诈呀 若干年之后发现了没有脑袋 没有衣服的白骨 警方未必就能够确认死者身份 护士值班师地面没有血迹 说明人头呢 是在其他地方被切断的 应该会有不少血迹 歹徒一定要杀死黄小燕 唯一的理由就是两个人认识 那么傻子应该知道了 这个歹徒很有可能就是病人或者是医院的职工 或者呢是黄小燕的邻居甚至是追求者非常熟悉医院的环境 即便如此啊 这个案件呢还是难以侦破呀 又拖了一个月的时间 上内压力啊是越来越大了 晚班无奈之下 转速决定啊 司马当作活马医 将医院的所有病房和房间的地面环境 进行这个取样 再同黄小燕的衣物进行比对 就这样碰碰运气 看看能否找到黄小燕是在哪里被断头的 专组本来呀 对这个事情啊 不抱什么希望 没想到结果呢 却让他们兴奋不已呀 结果表明 黄小燕衣物上的部分的污秽呀 同他所负责的传染病区第一号病房完全一致 该病房的病人曾经不慎将药物泼洒在地上 而整个医院只有这个病人吃这种药 也只有一号病房地上才有这种痕迹 另外呀 一号病房地面上还有很多人的血迹 同黄小燕的血型相符 警方立即调查案发当天谁住在第一号病房 在这里住的呀 是一个28岁的年轻工人 他的名字叫做刘胜国 听到刘胜国这个名字之后啊 专案组想起了 在访问期间呢 那个护士兰某说了一件事 大概呢 就是在案发前的一周啊 黄小燕护士在走廊上 被这个刘胜国给纠缠 刘胜国拉着小护士的衣服嬉皮笑脸的说 嘿嘿 小妹妹 听说你没有男朋友啊 我也没有女朋友 要不我们出对象啊 黄小燕一听这话也羞的满脸通红 急忙要离开 但是刘胜国不放手 他就说了 哎 小妹妹 你走什么呀 今天晚上和我去看电影吧 听这爱情片 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干嘛整天在这里吃夜班啊 应该和男人出去玩一玩啊 刘胜国再三纠缠 黄小燕就些恼火了 他说请你放手 我现在要给三号病人去送药 不要影响我的工作 可是刘胜国也并没有放手 还伸手去摸黄小燕的脸 哎 你看看妹啊 你这么白这么嫩 多好看啊 长这么漂亮 应该去做电影明星 你干嘛做护士啊 黄小燕 大怒啊 你怎么动手动脚的 听到两个人吵架 连长的护士兰某啊 就跑了出来大声的呵斥刘胜国了 你干嘛呢 光天花上之下 调戏妇女呀 小黄 你赶紧去派出所 找民警来处理 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听说找民警啊 刘胜国急忙说了 哎呀 我该死 我该死 我是和这个小房护士开玩笑呢 以后我再也不这么做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见到他道歉了 两个善良的护士啊 也就没有报警了 这个刘胜国就住在一号病房里 更为重要的是 病房呢 只住了两个人 案发当天 其中一个病人的 因为病情减轻 回家睡觉了 房间里啊 只有刘胜国一个人 那么这个刘胜国是不是凶手呢 当年警方办案呢 简单粗暴 直接就把这个刘胜国带骨之后 加大了审讯力度 当然了 这个审讯力度怎么加大呢 我不说 你也应该清楚 刘胜国一开始呢 非常强硬 无论你怎么用什么手段 他就是咬定自己是无辜的 丝毫不知情 就这样啊 坚持了一天一夜 刘胜国最终承认了自己呀 就是奸杀黄小贱的凶手 那么这个刘胜国是不是驱打成招的冤案呢 并不是 警方根据刘胜国的交代 在距离医院大约有五公里的河道边的土坑之中 挖出了黄小燕的头颅和一把端腹 这个斧头上有明显的刘胜国的指纹 这还不算 根据刘胜国进步交代 一号病房就是他斩断头颅的地方 警方在地面甚至是扫揉上 发现了大量清洗过的人血的痕迹 由此刘胜国奸杀黄小燕的案件铁证如山 那么这小子为什么要冒险做这么大的案子呢 根据刘胜国介绍他人品为所相貌丑陋工资很少 到了28岁也没有找到老婆 在医院看到美貌温柔的黄小燕之后啊 他立刻就涌起了一股难以克制的欲望 案发当天凌晨两点钟 他被这淫欲啊弄得难以入睡 竟然决定在护士班值班室里就强奸黄小燕 他发现每个病房的这个病人都在睡觉 走廊上也空无一人 他偷偷的溜进了护士值班室 黄小燕已经睡熟了 刘胜国用准备好的端斧 朝着他的头部用力的击打过去 黄小燕被打之后惊醒了过来 但是他只来得及尖叫了一声 就被刘胜国几下子就被打晕了过去 口鼻都出了血受了重伤 此时刘胜国受性大发什么也不顾了 病床太小 他就把黄小燕一把拽到地上强奸 事后刘胜国认为黄小燕已经看到了自己 很有可能去举报他 当年呢 强奸一般至少要判刑十年以上 强奸又重伤妇女 还有可能会被判无期甚至死刑啊 刘胜国不想坐牢会被枪毙 于是呢决定杀人灭口 他就把小黄护士活活掐死 这期间呢 小黄护士尿液流了一地 杀完人之后 刘胜国本来是想想尸体立即扛下楼 丢入花粉池 然而那两次试图背着尸体下楼的时候 都发现这个楼梯上有动静 要听到病房里面有人说话 大惊之下 刘胜国顾不上将尸体背回护士值班室 仓促的就进入了自己的一号病房 他把这个尸体啊草草的藏在了床下 然后用病这个背单啊 就给遮盖起来 那个年代的病床呢 和今天不一样 那除非有人爬到床下去查看 不然什么都不会发现啊 接着 刘胜国几次试图将尸体丢回护士值班室 毕竟放在自己的床下太危险了 可惜他每次都发现 有人在走廊里边走动或者有人说话 他就不敢搬运尸体了 当天一早啊 医院发现黄小燕不见了 护士值班室还有奇怪的痕迹 很快就报警了 警察来了以后 也曾经询问刘胜国情况 但是没有对病房进行促查 刘胜国表面上拼命稳住 但是内心的其实非常紧张了 毕竟这个尸体啊 就在他床下呀 距离盘查的民警只有半米的距离啊 但是最终并没有穿帮 当天晚上 刘胜国本来是准备处理尸体的 谁知道呢 同病房的病友回来居住 加上风声太紧 他就放弃了 第二天晚上啊 病友回家了 惶恐了两天一夜的刘胜国 这才急忙用准备好的端腹 将尸体的头颅窄下 又将衣服脱下 他寻机将尸体扛下楼 丢入化分池 头颅衣服和端腹 则装在大包里淡出去 分别埋在了不同的地方 刘胜国作案比较熟练 心理素质很好 下手狠毒 绝对不像是初犯 警官警方反复审问 刘胜国承认一年前 侮辱尸体 又割头的变态案件 也是他所为 这小子从小啊 就一种变态的性欲 属于性变态者 这个侮辱尸体案件呢 由于案件的细节过于变态了 老刘在这里呢 就不多说了 根据他的介绍 警方找到了当年女尸 失踪的部分内衣 就藏在谭家的衣柜里 刘胜国承认两起案件 警方总觉得 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 刘胜国作案的时候 沉着老练 甚至这个尸体就在床下 民警过来询问情况 他也能够保持住镇定 这么好的心理素质 似乎不像是只做过两个案子的人 况且呢 他第一起案子只是侮辱尸体 为什么第二次就敢强奸杀人呢 有拉锯多日啊 刘胜国知道再也没有办法抵赖了 终于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 就在两年半的时间里 刘胜国为了满足自己病态的性欲 采用持刀蒙面的方式 或者拦路或者入室 专门选择年轻的单身的女工下手 开始啊 他只是单纯的卫胁 就是强迫女孩脱光衣服 自己上去乱摸 稍后他就开始了连续的强奸作案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 刘胜国一共威胁和强奸高达21名女工 然而当时女人很保守 除了两个被威胁的女工报案之外 其余19人 包括多名被强奸女性都没有报案 报案的两个女工因为天黑 再加上刘胜国蒙面 也无法提供什么线索 刘胜国最新逃天 此人很快就被枪决了 其实啊 这种极度的变态狂啊 从古至今 每个国家都有的 那老刘讲到这里 大家显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80年代当地警方办案能力 确实太弱了 当时发现黄晓妍失踪 判断她有可能是遇害了 显然最低程度应该迅速的先封锁医院 进行全面的搜查 重点就应该检查护士值班室所在的病区呀 但是警方却犯了一个灯下黑的问题 主官认为这个改图绝对不可能把尸体留在病区内 一周的事件里啊 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搜索 其实如果随便的搜一下 就会发现这个尸体呀 躺在刘胜国的床下 当时的案件早早就破了 另外呢 病区里啊 这些人的冷漠态度 也是让人呢 叹为观止啊 黄小燕那声尖叫我 其实应该很多人都听到了 然而大家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竟然是有一个老太太 在半个小时之后出来看了几眼 如果当时就有一些病人过来查看情况 那刘胜国只能放弃强奸逃走 黄小燕不会被侮辱 还可以活下来 不至于变成一具丢在大份池里的乌头女尸 都不至于变成一具严的乌头女尸 都不至于变成一具严重的乌头女尸